大家好,我是喜爱萌,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见面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道美食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卤鸡腿 这是鸡排腿,四个鸡排腿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卤制方法 不仅可以卤鸡腿,也可以卤鸭腿 鸡翅根,鸡翅或者是皮发腿都可以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所需要的酱料和辅料 先说一下香料 干辣椒五个 花椒三克 八角五粒 香叶三片 桂皮五克 大葱白六十克 生姜片五十克 这个是黄豆酱 这是180克黄豆酱 食材已经准备完毕 下面给大家详细解说制作 起锅加入少许的清水 下入鸡腿 下入料酒五十克去腥 开锅撇净浮沫飞水五分钟捞出备用 因为鸡排腿比较大,飞水时间不要少于五分钟 锅中下入少许的植物油 下入八角炸至变色炸出香味 把八角炸至变色,八角的香味才能完美释放 下入葱姜炒出香味 炒至葱姜时一定要小火慢炒 最后下入花椒,干辣椒,香叶炒出香味 这一步保持小火慢炒 下入黄豆酱炒出酱香味 炒至黄豆酱时保持小火慢炒 把黄豆酱慢慢的炒出酱香味 如果用大火炒酱的话容易把酱炒糊 而且大火炒酱,酱容易粘锅糊底 烹入生抽酱油50克,炒出酱油的香味 酱油一定要顺着锅边烹入 下入料酒50克 锅中下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位置已没过鸡腿即可 下入鸡腿 下入精盐20克 在这里给朋友们说一下 调制卤汤口味一定要够咸 这样在卤鸡腿时才能入味 下入胡椒粉2克 开锅转小火慢慢炖至30分钟 炖至时间到以后关火 鸡腿继续在汤汁中浸泡2个小时 这样鸡腿能更好地吸收汤汁的味道 达到鸡腿彻底入味的效果 2个小时以后把鸡腿捞出装扒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击关注美食厨房喜爱萌 后续会有更多的美食视频和您分享